你笑一个 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这辈子我是不会有女儿了 但是将来如果有孙女的话 也很不错呀 最财富 啊我不 谢谢 贵花高 现在的女孩子太热情了 虽然是萍水相逢 但是她们一点都不吝啬 主度让我吵一下 像这样的情况 我在自驾游的路上碰到我很多次了 也不光是女孩子 还有一些小男孩 所以说她们这一带 素质明显提高了 我现在坐地铁去明孝陵 现在整个江苏省 地铁 公交 包括所有的景区 对全国的退役人都免费 现在在北方 很多地方都下雪 但是在南方 这个地方秋意正浓 明孝陵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 和他的皇后 马皇后的合葬墓 这是明孝陵的神道 石孝陵 在明洪武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381年 朱元璋动用了十万军功 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 但是到了次年 马皇后就去世了 并于九月入葬孝陵 为什么叫孝陵呢 其中的一个说法就是 马皇后 她的社号是孝慈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 以孝之天下 这座陵墓一直到永乐十一年 才全部完工 共耗时三十二年 明孝陵作为明清 皇陵之首 觊觎他的盗贼肯定不少 但是由于他是横向开凿 最后把山掏空 所以盗贼们 想用传统的办法 从山顶支打墓室 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为那些都是坚硬无比的岩石 没有炸药 根本打不开 所以唯一能进去的地方 就是墓道 但是在修建墓道的时候 工匠们并没有把墓道 修在正中间 而是偏在了一旁 这一下让许多盗墓贼傻傻了眼 因为这一反常的设计 让很多盗墓贼 无功而返 另外一个就是在包顶的风土堆下 铺了厚厚的一层鹅卵石 它不仅便于排水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像流沙一样防盗 只要你在一个地方往下挖 周围的鹅卵石 就会迅速地把这个坑填上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清朝建立以后 通过多种措施保护效力 康熙还在林前 立下了这块至龙唐宋的石碑 这块石碑的旁边是乾隆的 这两个皇帝每一次南巡 必定要到明啸林祭拜 而且是行的三跪九寇的大礼 这样做也可能是为了收买人心 但是后来的红袖泉 和孙中山也是如此 所以明啸林得以幸存 因为他离城市太近了 不管谁去想敲朱元璋的门 城里的人都能听得见 在明啸林的旁边 还有一些明朝功臣的墓 比如说像长玉春 李文忠等 当然明啸林原先是非常宏伟的 太平天国的战火 几乎让地表建筑 随毁殆尽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明代的遗存 此山明太祖之墓 这是明国时候刻上去的 一看刻这个字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 这些小谷应该是防水的 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探测 这个圆形玻璃下面 朱元璋的地宫 达4000平方米 这比已经挖掘出来的万历皇帝的定龄 多三倍 这是地宫前面的明楼方程 朱元璋的地宫 我想国家不会轻易开挖的 虽然朱元璋带进了很多东西进去 但是今后的几百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应该都不会有人去打扰他 虽然有些遗憾 但我想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 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负责 明孝陵呢 咱们就看完了 其实我感觉 这个明孝陵 地宫外面的景色 更好一些 来买今天的晚饭吧 我们家招牌去 先去一边 把它摘得整个 这样 到了南京啊 这个盐水啊 是必须要吃的 它这个蜜蜂还挺好的 打开了 嗯 在南京以外没有卖淹水鸭子 怎么吃,吃了很多地方都不行 就是南京做的地道 所以每次来南京,淹水鸭是必点之菜 今天晚上就是油饼,鸭子 哇,这油饼还很热 刚出锅了,要吃 在南京啊,免费停车的时候太难了 有个地方你看,八三亭都没意义 在南京啊,我们免费停车的时候太难了